Hello YouTube朋友 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anman826頻道 相信大家農曆新年都吃了很多盆菜 很多選擇 喜歡吃豪的可以訂酒店的盆菜 喜歡鐵地的可以買小店的盆菜 不過今天就特別一點 我就想自己去買些送回來自己做一個盆菜 現在就去街市看看 Let's go 剛剛在後面買了燒肉 現在準備進旺角街市 今天初六 看看多不多人 通常用來買菜 怕自己忘記都會寫下一張紙 有十幾樣東西買 現在看看蘿蔔 蓮柳枝竹 豬皮魚蛋 西蘭花 還要買南乳 蝦 還有準備龍蝦 稍後去到那邊買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喜歡看一些 旅遊飲食生活資訊影片的話 就快點按我Da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鐘仔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 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南乳或熔芝竹 年藕好 十一 十一 蘿蔔貴了很多 我年底是4 元一斤 今天10 元一斤 好少買豬皮 也不知道哪有豬皮 先問問凍肉肚 真的有 好,小快點,這塊,這塊就對了 這塊吧,這塊吧 這麼一隻嗎?一隻一隻可以的 今天做其他東西 買了一隻龍蝦,這隻龍蝦之前也吃過 新年前是300元兩隻,今天是200元一隻 不過都可以,因為吃得不錯 肉質很鮮甜,像澳洲龍蝦 然後就放在盆菜面,最頂就放一隻龍蝦 生生猛猛,哈哈大笑,龍馬精神 可以買齊東西,現在就回家準備今晚這個盆菜 買完菜後回家,我就準備好今晚這個盆菜 因為都有幾樣東西要預先做 今晚這個盆菜有什麼呢? 其實自己做盆菜,喜歡吃什麼都沒問題 我首先會燜一些冬菇,用蠔油燜冬菇 接著就用南乳燜枝竹和蓮藕 另外就用一些蠔油汁,煮了豬皮蘿蔔,加上魚蛋 有些乾瑤柱就會蒸了,放在表面 蝦我就會用椒鹽煎香 然後還灑一隻龍蝦,放在最上面 生生猛猛,龍馬精神 另外有些西蘭花,煮了去炒香 鮑魚我就用罐頭即食,鮑魚放在表面就行了 鮑魚汁就加上湯,用盆菜的汁 我打算用十幾件的魚皮餃 加上去,多一點東西 其實這個都很角色其色的,自己喜歡放些什麼都可以 哎呀,我還不記得說,因為這個現成買了 我就買了一盒的燒肉 燒肉放在裡面有些肉 肥肥的,吸醬汁也挺好吃的 第一樣要做的,我就煮一個燒冬菇 我會用蒜頭薑粒爆香了 用一些浸了冬菇的水,加些蠔油 加少許調味,就是燒了冬菇 大概燒至軟,入味,二十幾三十分鐘都沒問題 視乎冬菇的質地,如果質地不是太厚 就不用燒那麼久 接著第二樣東西,我會準備好 就是燒蜘竹和蓮藕 蓮藕切了大大塊,浸淋對蜘竹 切開一條條的時候 又是蒜頭爆香了,加些南乳 我都會放少許上湯,又是燒到淋為止,吸醬汁 這個到時都會放在 跟豬皮蘿蔔一樣,放在底層的 因為這些可以吸醬汁的食物 冬菇就燒好了,豬竹,蓮藕也燒好 接著就要做些豬皮蘿蔔和魚蛋 將蘿蔔批皮洗乾淨切好 豬皮也要洗乾淨,將它切成小塊 然後出水 用蒜頭薑粒爆香之後放入蘿蔔 加水,還有蠔油,老抽,豉油,糖 古月粉,麻油來調味 水滾之後,試試味 調中火,燜大約20分鐘 接著放入豬皮,再煮大約10分鐘 最後就放魚蛋,再煮多幾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同一時間,也可以將已經浸淋的乾瑤柱隔水 蒸10分鐘 至於這個大蝦呢 我就洗乾淨了,剪掉蝦腳和酥 乾淨了,吸乾水之後 用一點鹽煎熟就可以了 因為盤菜裡面有很多汁 所以也不需要用很多汁去煮蝦 不過有些人可能喜歡吃的 煎茄汁大蝦都可以的 這個蝦就有些茄汁味 不過我這個就是這樣灑點鹽去煎 西蘭花呢,我還是就這樣灼熟 放入盆菜 罐頭鮑魚倒出來之後 流汁 靠一點雞湯,準備一陣子倒入盆菜裡 醬汁 其實這次自己家製盆菜 也是另一個挑戰 上次我就挑戰了做蘿蔔糕 都尚算成功了 這次做盆菜的原因就是 都在家裡沒有什麼做 大家可能都想找些東西吃一下 其實吃盆菜不是新年那幾天吃的 什麼時候做 一家人喜歡 放些什麼下去 都沒問題的 有些人可能喜歡放些蠔菜 蠔豉那些又會 不過我自己又不太喜歡 所以我這次就放了我選的材料 當然如果大家懶得不想在家製的 我不知道過了現在 雖然這幾天還有沒有盆菜賣呢 如果還有賣的可以支持一下 小店也可以 喜歡吃蠔一點的去酒店買也可以 適合尊便 另外一個在家製盆菜 和大家分享的原因就是 現在都少了出外拍片 沒有什麼出外的題材 在家裏都想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有興趣可以跟著來做一下 在家裏我都可以開心一下 所以底層就放一些鮮味一點的食物 我先放豬竹、蓮藕、豬皮、蘿蔔 鋪了底下那層豬皮、蘿蔔、魚蛋 豬竹和蓮藕 我打算先淋一點醬汁 因為怕它再… 因為我滾的時候會黏底 這個就是 開了鮑魚 罐頭鮑魚的即食鮑魚汁 加了一些雞湯 接著就組成漂亮的表面 看看如何組成 組成 放一些西蘭花一邊 鮑魚、冬菇、乾魚柱、燒肉、魚皮、鮑蝦、西蘭花 看上去又好像挺漂亮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會撒一隻龍蝦 再放在上面 一會拍照會很漂亮 龍蝦可以自己拆肉 白撒來吃 然後慢慢品嘗裡面盆菜 就在這裡 現在撒買龍蝦 這隻是澳洲龍蝦 但自己的龍蝦也不是太難的 老闆娘教我們 在頭和身的位置 中間切一刀 向上 切一刀就可以放尿 不需要這樣刺它 然後這隻重量尺寸 大概放入水 14分鐘就可以了 熟了就可以拆肉來吃了 盆菜搞定了 煮回滾汁之後 煮熟龍蝦 現在就開個儀式 把龍蝦放在上面 就正了 嘗試一下盆菜裡的幾樣食物 看看冬菇煮得軟不軟 我這個已經煮了半小時 不錯 軟很香 自己讚自己 我這些乾瑤柱 就不算大粒 這些不是買來給你做一大隻的 這些我平時用來煮碎 煮飯 煮湯 但是蒸熟完之後 現在有醬汁好像挺正 這個鮑魚就是吃過的 之前是罐口鮑魚來的 蝦 還有魚皮餃 嘗試一下蓮藕 能不能軟 蓮藕應該有點爽口 蓮藕爽口 有南乳味 這個有不同的味道 因為它的汁是南乳汁 所以說這個盆菜 譬如蝦 用大茄汁煎蝦也不錯 真的挺好的 我自己覺得這樣 在家裡煮一下 有空 是有少許功夫 因為你要煮不同的食物 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在家裡煮過盆菜 你們會放些什麼食物 大家可以在留言分享一下 龍蝦拆了肉 放回整隻龍蝦 很棒 不客氣了 試一下肉 非常酸甜爽口 我在家裡也試過幾樣 煮幾樣東西和大家分享 這陣子有試過煮可憐菜 現在煮盆菜 蘿蔔糕 不知道下個星期 又想一下什麼想法 因為我相信 未來幾個星期 都可能會多些時間 要留在家裡煮食 或者試試買外賣 回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麼建議 可以留言提議一下 我拍些什麼給大家看 觀眾朋友都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nman826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當我見到特別優惠諮詢 和生活點滴 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請注文書 Gesl盒 2 3 3 3 4 6